位在盧竹区的副上街331巷寒洞 因为是连接大阻以及南侃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因此每天都会行经大量的车潮 不过狭窄的寒洞空间 不仅只能提供车辆单向通行 同时交通耗制的设置不当 也影响民众的通行 我们盧竹区副主理副上街331巷部分 会经过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底下 那目前有一个过路寒管寒洞 可以说非常的小 一台车子过去两个后续镜 几乎都快摩擦到这个墙壁部分 那最主要当初设计这样的一个寒洞 确实是非常的太小 造成民众进出的不方便 那为了保护民众进出的这个安全性 目前有设立一个红绿灯的一个警告号制 一辆一辆的汽机车 小心翼翼的行驶在寒洞内 因为寒洞空间狭窄且灯光昏暗 一个不小心恐怕会造成危险 对此桃园市议员储村来通过办理会刊 并针对交通号制进行改善评估 期望要完善交通环境 那因为这个红绿灯警告号制 太贴近这个寒洞的出入口 民众来要进入之前 才可以看到这个红绿灯的这个 那个状况 所以说造成这个民众 有时候已经快要进入寒洞了 还要倒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民众反映这样会非常的一个不安全 以及不方便 所以说在这边还是建议 这个号制的单位 那个移动这个号制 在这个寒洞出口 约十几公尺的部分 这个号制让它号制更明显 能提醒这个用路人提早做准备 目前民众来到卢族区的富商街 山山一向寒洞 总是需要在寒洞口再三确认 美车后才能进入 不过有时还是会发生 警退两难的窘境 对此桃园市议员楚春来 也判市府尽快改善 并呼吁民众务必注意安全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王中军谈报道